美国航太龙头波音成功发射商用载人太空船星际航线 在6号顺利跟国际太空战对接 在完成为期8天的任务之后 原本预计在14号返回地球 正因为氦气泄漏 加上有5个推进器故障 导致时间一再的推迟 至少要等到7月才能回到地球 美国航太龙头波音经过多年的延档 终于成功发射商用载人太空船星际航线 在6号顺利跟国际太空战对接 两名资深的太空人在完成为期8天的任务后 原本以为终于摆脱魔咒 预计在14号返回地球 时间却不断延迟 由于氦气泄漏 加上有5个推进器故障 导致返航时间一再推迟到7月 美国太空总署表示 太空站补给充足且时间充裕 目前已经修复4个推进器 如果发生紧急状况 也能提早回到地球 星际航线的太空之旅风波不断 原定5月7号升空 却在起飞前夕发现零件瑕疵 临时喊咖 这次虽然成功发射 但推进器却一度故障 差点跟太空站对接失败 波音飞安事故频传 执行长凯尔宏18号 才在参院听证会 承认评管瑕疵 跟罹难者家属致歉 加上太空船问题连环报 再度重挫公司形象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